這個拜登不是告訴大家 他很快會去越南嗎 大家有點懵對不對 你東協峰會不去 你要去越南 然後這個記者跑去問白宮 白宮也說沒有消息可以奉告 所以到此刻為止 到底是不是確實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閻老師你看也很不尋常 那目前有個中國 南亞博覽會在昆明 大陸雲南的昆明開幕 越南來了位副總理 在中國他講了一句話 在拜登來訪前 他說中國對越南的 重要性跟特殊性將無可比擬 這句話台灣也 中國對台灣的重要性跟特殊性 也是無可比擬 這個很中性這個講法 但是我覺得說 越南是一個很聰明的國家 他就是在美國跟中國之間 他一定要取得一個平衡 但他也知道他旁邊就是中國 所以他跟中國關係 是比較維持的特別謹慎一些 沒有完全像菲律賓一樣 會有那種比較突兀的行為 那我覺得今天如果看 這個中國的外交 好像對普丁算是不給他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去參加南非的金磚 因為南非的金磚是因為 南非是國際刑事法庭的簽約國 所以南非如果普丁去了 南非不逮捕他 南非有違規定 那中國大陸不是 所以他可以去中國大陸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普丁可以去的地方 那普丁自己在 但是這個部分的宣傳 這個部分的消息發布很有意思 因為是俄羅斯先說的 先說普丁會去 所以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就是說你剛才講說是說 因為他南非的部分沒有辦法去 你中國跟俄羅斯的背靠背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地方算是什麼 補給他 但是如果他一去的話 今年是大陸一帶一路峰會 這個十年 十年很重要的日子 但是你看到歐洲缺了這麼一大塊 是不是有點 好像為了普丁不惜怎樣 不惜把這個分量重要性降低嗎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再看還有一個峰會 還有一個APAC 按照道理講普丁應該可以去 為什麼美國也不是 國際刑事法庭的簽約國 在美國 美國不是前面我們賴清德訪問的時候 還有人說要邀請蔡英文去美國嗎 開這個APAC峰會 那事實上我們每一次蔡總統都會接到邀請 但是都會說他太忙了 所以派另外一個人去 那普丁他美國能不按照慣例 邀請國家元首嗎 那普丁是說 因為你不是全約國 我就想去還是說到底會怎麼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大陸今天的做法就是說 我跟俄羅斯的關係 特別在軍事層面上面 我們就是body body 雖然不會實際去支援他或者什麼 就是挺他去給提供武器打俄烏戰爭 但是兩國的關係就是很特殊的一個關係 過去雖然大陸也有外交人員講了一個封頂的錯誤的一個說法 但是事實上確實就是如此 我覺得他們也是要彼此取難 你碰到美國在那裡糾結他的團隊 那你也要有你自己的團隊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今天普丁會去大陸 那大陸也看得出來就是就像你歐洲國家 如果今天因為普丁他不去大陸 不參加這個峰會 搞不好他自己的實際的損失是有的 那我們就看到過去 我常常強調 英國為了要制裁 這個星巴威的總統 這個穆加比不參加 不准辦這個叫什麼 歐洲跟非洲的峰會 結果非洲國家說你們不讓他參加 我全部不參加 到最後是英國被排除在外 歐洲國家跟非洲國家繼續辦這個峰會 穆加比照樣參加 結果是英國首相 從這個布朗啊 還有之前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誰也都是不參加 那就是你自己的損失 所以到最後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你自己要決定 這個對你重不重要 如果你覺得說 剛好我也不想參加 表示我跟美國站在一塊 那你覺得這個是符合你的利益 那也可以嘛 對 所以有時候這個孤立跟被孤立 有時候就是一線之間 不小心就從孤立者變成被孤立者 來 我來問一下張將軍 這是兩個主權國家 我們先來看大背景 金專峰會馬上就要開了 8月22號到24號在南非舉行 在金專峰會前 金專峰會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中印都會到嘛 中印在8月13號到14號 成功舉行了第19輪的軍長級的邊界會談 這個邊界會談軍長級的 上一次我們看到去年總共有四次嘛 那這次一談談了17個小時 雙方都同意維護中印邊境的和平跟安寧 去年我們看到13月7月12月都舉行會談 他就是在個邊界上 這個時候可能這一次呢 是在印方的這一方 那下一次他的地點就換到另外一方 換到中方的這一方 地點是輪流 那還有一個我們看到這個 俄羅斯的國際專家說什麼 自從2020年加勒萬河谷事件以來 兩邊的氣氛他認為已經逐漸和緩 雖然說印度還在逐漸的增兵當中 所以呢在這個金專峰會當中 兩國領導人其實面對面的可能性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將軍的解讀是什麼 好與此同時我們還要來看 時間再往後一點 10月份在大陸有個很重要的第三屆 一帶一路峰會 今天是一帶一路這個倡議10周年嘛 很重要的日子 因為普丁要來 普丁要來 普丁要來 歐洲就不想來 對不對 德國啊 意大利啊 法國這些領袖 沒貨邀請 很特別 其實這個算不算是什麼 算不算是中國大陸的一種體貼吧 因為你如果邀請他 他不來也很尷尬 但他當然不想來 因為普丁來照那張照片 PO上去能看嗎 對不對 所以就乾脆不邀請他們 所以說這是一種什麼 這是一種 當然講恩惠是有點 有點好像過了頭了 至少不用在普丁在場的情況之下拒絕 張將軍 對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中印 他軍紀談判這個十九輪 十九輪的話 最重要他是在西段 因為中印邊界 他的糾紛東段跟西段 就在西段這一部分 西段部分的話 這個在加羅安湖跟班公厝 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有規定 之間是不能攜帶武器的 所以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有發生這個打架事件 打架事件的話 那你知道打架事件的話 你雙方都沒有 都有互有傷亡 那現在的話 我們打架事件對大家來講 好像對邊境的這方面問題解決並沒有幫助 所以大家一直在舉行談判 降低這方面 但是目前的印度在 在這個西段部分的 就成步 這個軍隊 總共六萬八千人 六萬八千人是相當龐大的軍隊在那邊 換句話說印度在這方面並沒有鬆手 而且他的那個蘇凱30還有標封戰機 標封戰機都在附近都有駐紮 所以他隨時可以做支援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有降低的這方面 因為只要是打架事件 或者是有這個局部的衝突 對雙方來講都不會有好處 衝突應該會慢慢減緩 因為天氣要冷了吧 對 要開始下雪 這樣的話大家會降低這方面 那大家也做這方面的努力 但是這方面的矛盾 他們之間中國大陸跟印度之間的互信 是非常薄弱的 因為很容易就扯到 因為大家互信的這種程度是非常的低 很容易被摧毀 希望說創造一個和緩的氣氛 在金專峰會的時候 雙方的領導人至少可以見個面 或是可以來個場邊對談之類的 對 金專峰會要開始 然後還有集團體都要見面 有時候APEC大家也要再見面 你知道見面的這場合 那我們是不是先緩和 如果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擦槍走火 就是在那個峰會舉行的前幾天 萬一來了一場什麼小規模的衝突 對 就很難看了 因為這個氣氛你到時候 你在金專峰會 還有一個就是集團體的峰會 大家都要見面 首領都要見面 那你這樣子的氣氛會不好 對 所以雙方一定要約束好 大家這個時候降溫 一定要約束好 所以你看一談談了17個小時 兩天可以談很多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做好日常的環節 做好日常的大小龍 有個小龍 這支柱 我希望你這支柱 每日只有柱 那間因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